咱们得爽爽口吧 而且又是过节 酒不能少 接下来咱们就给加拿大点时间吧 咱们来试试加拿大非常出名的冰酒 欢乐歌曲 葡萄美酒 诱人佳肴 田园采摘 自制纯酿 如果你来到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冰酒节 你就会体验到所有这些乐趣 加拿大冰酒世界闻名 这么好喝的冰酒 究竟是怎么酿制的呢 记者来到位于安大略省尼亚加拉半岛 世界上最大的冰酒酒庄一探究竟 走进种植园 记者发现还有不少葡萄挂在藤上 有的都出现了干扁的迹象 可还没被采摘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葡萄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成熟了 它藤上已经挂了两个多月 尝上去非常的甜 但是还不能够采摘 要是做冰酒的话 一定要等到天寒地冻的时候 酒庄工作人员介绍说 他们必须等到气温降至零下8摄氏度以下时 才能去采摘葡萄 这也意味着在种植过程中 工人们要小心保护这些葡萄植株 在寒冬中存活下来 夜间是温度最低的时候 因此葡萄采摘十有八九是在夜间进行 近几年的暖冬已经给冰酒生产带来不小的压力 在为数不多的严寒日子里 种植园的工人们就昼夜不停地抢摘葡萄 我们只工作了一会儿就动得手脚僵硬 可以想见在采摘的季节 工人们的工作会是多么的辛苦 美丽被冻成固体的葡萄 只榨取得一滴浓缩葡萄汁用于釀制冰酒 一瓶冰酒的葡萄用量 是普通葡萄酒的十至二十倍之多 此外 冰酒有白冰酒和红冰酒之分 红冰酒的成本更高 制作冰酒有一条行规 必须采用天然方法 绝不允许人工冷冻 严格的温度要求 辛苦的人力劳作 巨大的原料耗材 都使得冰酒价格不菲 并采用小瓶包装 根据葡萄品种不同 酿制工艺不同 冰酒价格从30加元到80加元不等 约合人民币190元到500元 采用新工艺制作的气泡冰酒 由于产量少 有的价格被推至约300加元一瓶 约合人民币1900元 更有生产商曾推出价格高达3万加元 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限量版冰酒 冰酒最佳的饮用温度 为冷藏至4至8摄氏度 并常常搭配甜点一起食用 红冰酒和巧克力尤为匹配 而白冰酒配新鲜水果和奶酪蛋糕更好 口味方面 女士偏好白冰酒 男士则普遍喜欢红冰酒 因为红冰酒的甜度稍低 另外冰酒其实相当浓 一次最好不要喝太多 内喝完的酒要塞紧瓶口放入冰箱 保存时间三天为宜 为开封的冰酒 要保存在阴凉闭光的环境中 尽量平放以保持木塞湿润 由于冰酒甜度较高 存放过酒反而会影响口感 所以一般储存期在十年左右 我认为在中国我曾经过来 在冰酒期间的冰酒 然后是很美的时间来来 专业的冰酒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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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